欢迎订阅中让我们一起来看世界 大家好我是彭聚 今天开始我们要先来看到 日本再度发生了撞击意外 还有这一次是没有任何人受伤 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时间点 是在今天下午的五点半 被害调到新千岁机场的国际线停机坪上 发生了意外 当时这两架飞机 一架是大汉航空 另外一架是国泰航空 都停在这个停机坪上 没有想到当大汉航空 要后推移动的时候 就发生了碰撞意外 还好是没有任何的人员受伤 大汉航空当时飞机上 总共有289人 而国泰航空的班机上 则是没有人的 但整件事情会发生 主要还是因为当时 大汉航空的飞机 已经要后推 准备要到指定位置 开始起飞了 但没有想到 它的主意就碰到了 国泰航空的尾翼 所以说也导致了 这一次的意外发生 而且大汉航空它的主意呢 因为这个碰撞的力道太大了 受损的情况非常严重 所以暂时没有办法飞回首尔 所以说所有人的行程 200多人 接近300人的行程 也因此备受延误 不过这起意外 或许大家会联想 跟天气状况有关系 因为在北海道的这个地方呢 现在持续暴雪 尤其北海道的札幌 本月的最大降雪 就落在过去的24小时的时间 累积的积雪 这个厚度已经来到了29公分 等于说已经到大家 可能小腿度的位置了 当然行动上 不论是空中交通 还有路上交通 也因此不论是能见度 或者是在这个雪的厚度上 都受到了影响 先间随机场取消了 总共只有46个航班 另外在早上的机场快线的部分 总共有200亿三班的列车 因此停驶 当然对很多的乘客 对很多的旅客来说 都非常的困扰 尤其这名乘客就说了 傍晚的时候 大雪能见度是明显偏差的 所以飞机无法降落之外 好不容易终于降落 又在延迟 还有很多的列车因此停驶 因此他们的行程 也受到非常大的影响 但是我们要来看到 是再度传出 有台湾的民众 到日本滑雪发生意外 这名41岁的台湾理性男子 在北海道一处度假村滑雪的时候 不小心摔倒了 而且头部朝下摔落溪水 最后伤重不治 北海道的暴风雪持续下 不少民众还是喜欢 趁着冬季到日本滑雪 但又传出滑雪意外 一名41岁理性男子 15号上午跟太太在北海道的 一处度假村滑单板 疑似不小心头部朝下摔落溪水 导致头脸重创 获救之后还是宣告不治 这个滑雪度假村 是大型雪场相当受欢迎 滑雪教练也说 这边也有开放树林跟界外区 也就是野雪区 因为男子滑的地区不在地图范围 野雪区挑战性更高相对危险 要使用得从闸门通过前往 雪场界外一旦闸门关闭就严禁越界 另外不用何时都不能进入 严格禁止的区域 小雪孩童除非有大人陪 否则也禁止单独进入界外区 教练也提醒滑野雪必带三宝 腰带翔岛戴安全帽 以及最重要的雪崩发信器确保安全 尤其近期北极冷窝难移 温度降更低 大雪纷飞连外交通也受影响 而如果因为大雪取消航班的话 在保险部分可以透过 旅游不变显的行程更改保险 来申请理赔 来理赔额外的住宿 或者是交通的费用 截至当地时间十一点之前 北海道交通 JR新幹線 包含特快列车 机场快速列车等 总共213趟停试 从新千岁C厂出发的航班 取消六架次 札幌开往小村的高速公路 也因为暴风雪关闭 大雪下不停 民众前往当地旅游 除了自身安全 交通状况最好提前确认 避免影响行程 TV别的宿舍 今天明天台报道 回到台湾 我们来关心到一个判决 就是为了99000块 竟然诚信男子勒毙了 来自于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 到底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先来看到 这名诚信男子 跟这个女 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大生 两个人是怎么认识的 在2022年 已经是前年 透过Instagram上面来认识 当时这名大学真是说 他希望可以自创品牌 但这名诚信男子 也非常的积极说 好我赞助你99999元 但没有想到话说出去了 而且钱也都给出去了 竟然反悔 而且事后还上门讨钱 双方一言不合 甚至呢 这名诚信男子就勒毙了 这个来自马来西亚的女大学生 后来在停上的时候 他是怎么说 他说其实不是赞助 而是双方有金钱纠纷 甚至也一度说 是证明女大学生想不开 所以说才会有 这样子的情况发生 而在当时呢 其实很多人针对这个案件 琢磨都非常深 但现在最新的法院判决 是判处这个 陈姓男子因杀人罪嫌 而判处他无期徒刑 为什么会判处无期徒刑呢 主要法官就说 虽然这名凶贤 他本身是自首 但是从庭上的公词表现来看 他的说法是非常反复的 也没有这个悔过 真心悔悟的这个迹象 再加上他没有认罪 一审没有减刑 判处无期徒刑 也恥夺公权终身 双手上扣走上囚车 他就是日前杀害 马来西亚女大生的诚信嫌犯 适临帝院审理之后 判处无期徒刑 回顾这起案件 双方在2022年4月 在IG上认识之后 10月7号首度碰面 没想到才相处6天 陈姓男子竟然跑去 女大生的住处将人杀害 不管是在法庭 听宣判还是上囚车 都面无表情 自身男友的陈姓男子 从头到尾没有认罪 检警调查他行凶之后 离开女大生在台北市的住家 跑回自己在新北市英哥的租屋处 一度对袁警说自己杀了人 但到了法院又改口 公称是失守 变成当初会给女友的 9万9999元 是彼此相约殉情的丧葬费 否认为钱杀人 但法官不采纳他的说法 解释即使自称是自首 但从头到尾没有悔悟 仍然不符合减刑条件 罪证明确 因此无期徒刑 赤斗公权终身 何玉庭认定 被害人并没有嘱托被告 将他杀害的情势 那另外呢 被告是因为金钱纠纷 而有杀害被害人的动机跟故意 所以被告抗辩 谋为同死 且受嘱托而杀害被害人说法 这样说法是不成立的 不管什么借口 杀人已成事实 一审法官判处无期徒刑 看似重判 但这结果也让他逃过一死 TVBS王黄一杰 他们怎么动 刚刚看到的是因为 钱而导致情杀的案件 而现在呢 对台湾来说 同样也是钱而导致 我们外交的断交危机 当然我们说的就是诺鲁 跟台湾的这个断交情况 但是其实现在 我们要来看到的是 支持人士就透露了 其实诺鲁共和国 本身他的经济缺口就非常大 尤其因为澳洲关闭的诺鲁难民处理中心 当中就造成了26亿台币的财政缺口 这笔钱到底占整个诺鲁共和国的这个收入多少呢 他的预算就高达了五成以上 因此也压垮了台诺两国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而这件事情 其实当然台湾之前就知道 在这一两年当中 诺鲁共和国的政局都非常动荡 但是澳洲国际发展及太平洋副长就说了 其实在诺鲁断交之前 就已经知会过澳洲 也被质疑说台湾是不是最后才知道呢 但现在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说 他们对诺鲁的决定是非常失望的 因为台湾不仅可靠 也跟美国一样秉住民主价值 甚至美国愿意继续深化跟台湾的往来关系 表达对消防同源以及异校弟兄的感谢 总统蔡英文接见凤凰奖的得奖海摩人 特别表扬这一群内政英雄 难道是因为外交正面临这个问题 指控大陆看准诺鲁财政缺口 拿钱交朋友 知情人士透露 因为澳洲关闭诺鲁难民处理中心 造成大约26亿台币的财政缺口 占诺鲁一半以上的年度预算 也成为压垮台诺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操作金钱外交 打压我国国际空间 并选在我国成功完成民主选举之后的两天出手 中方对脑鲁政府决定表示赞赏和欢迎 对岸不但赞赏诺鲁大陆的央视 也随即进驻诺鲁开播在地电视频道 美国国务院发声明表示 对诺鲁的决定感到失望 还提到台湾不仅可靠 也跟美国一样秉持民主价值 美国愿意继续深化跟台湾的往来 尽管国际分析不意外 就连澳洲国际发展级太平洋部长康洛伊也透露 诺鲁在与台湾断交前有先知会澳洲 但不事先跟澳洲政府商量才决定 不晓得是不是怕外交再触交 出访瓜地马拉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不忘视讯孙文森确保两国友谊 毕竟现在外交可经不起再一次的波折 TVB的新闻 当然诺鲁共和国跟台湾的断交 大家会视为说中国大陆的外交工具 现在是持续还有外交的手段是频频的用上 甚至大家也非常担心除了外交之外 接下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军事经济上 会不会都有连带压迫呢 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在昨天15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是再度释出的最新影像 就是解放军在东部战区 海军扫雷舰上转战多个海区 还有执行一个多科目的实战训练 透过这种影像对外释出 似乎也在台湾 会对台湾释放出某种的讯息 甚至更明确的讯号 现在也越来越多了 像是在1月16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国安部就发文说 将要启动反分裂国家法 甚至他提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也明确的提到了三种情形 必须如果真的发生的话 就要采取所谓的非和平方式 那三种情形呢 第一种就是台独造成的 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再来有没有可能有重大事变 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呢 还有当这个和平同意的可能性消失的时候 这种反分裂国家法 就有法源依据 让中国大陆对台湾可以采取非和平方式 但是大前提来说 他们还是非常希望可以用和平的手段 对台湾进行统一 当然这是反分裂国家法的内容 说到这个反分裂国家法 本身有一点历史原有 他真的出台的时间点是2005年 而且时间点非常敏感 因为在2004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陈水扁前总统连任之后 所因此制定出来的反分裂国家法 最后呢在整个文章当中 还喊话了情志单位 希望还是可以双方尽量的和平相处 还有呢这个中国社科院的台湾所所长 朱卫东也说以目前来看 大陆绝对不会给台独留下任何的空间 还有机会也加速 台独的话就是等同加速统一 再来我们来看到 其实以中共的党刊求是 也发表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谈统战工作的一个文章 当中其实也提到台湾 涉台部分他是怎么样写的呢 他表示说要壮大台湾爱国的统一力量 也反对台独的分裂行径 大选后大陆东部战区又推出新的 练兵备战画面 包括大陆海军某护卫舰支队 多艘舰艇组成了编队 赴东海进行海训 提升编队协同作战能力 本部研判共军在近期 仍然会持续借着常态性的战备警循等活动 并结合认知作战 即灰色定带勤劳的作为 加大对我的威责的力度 不只如此 选后第二天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发文谈统战 他在官媒《求是》杂志中 署名表示贯彻新时代 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发展壮大台湾爱国统一力量 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 同时大陆外交部十五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一连回复了七个跟台湾相关的提问 包括新加坡的外交部 恭贺赖清德和民进党胜选 新加坡领导人曾多次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红线中的深红线 中方重视新方这一说法 希望新方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以实际行动维护中心友好关系大局 虽然新加坡外交部有强调 将在新加坡的一个中国政策基础上 继续发展对台友好关系 但欢迎和祝贺 看在北京眼里依旧非常刺眼 另外选举期间 台湾是否遭受网路攻击 总部位于美国旧金山的 跨国科技网路安全公司 Cloudflare 针对台湾的阻断服务攻击 做出了统计 相较于2022年10月到12月 增加了百分之624 若按整年比较 2023年全年 则比2022年全年 台湾遭受阻断服务攻击 增加了百分之3370 让台湾成为了 即新加坡 美国和加拿大 遭受全球网路攻击 第四大受害者 TVB新闻叶俊宏 陈向如综合报道 再来呢 我们来看到的是中东情势 中东冲突 有没有可能持续扩大呢 我们先来看到 伊朗在这当中所办的角色 伊朗的革命卫队呢 现在袭击了 包括伊拉克还有叙利亚 当中他们袭击的是 位于伊拉克的 以色列情报中心 而且他的位置 有非常靠近美国的使馆 另外在叙利亚的部分 其实他们也攻击到了 当中的极端组织 伊斯兰国 在这一次的伊拉克的攻击 行动当中 其实也造成了 四位平民死亡 六个人受伤 甚至呢 这个炮弹非常精准的命中了 这个富豪的住家 造成他跟他的亲属死亡 所以说呢 当局是认为 这样子的行为是一个犯罪行为 而且呢 我们要来看到的 其实还是在加萨 目前以色列 在加萨地区的最新情况 尤其以色列说 在加萨的南部地区 打击哈马斯的行动 最激烈的阶段 很快就会结束了 所以接下来要进行到 是人员方面的撤离 派到加萨的四个师 一个已经完成撤离 但是呢 其实到现在 在将近100多天的这个战事 还有这个炮火攻击当中 营造成了2400多万人加萨的死亡 甚至呢 以色列的国防部长也说 他们希望未来加萨该如何治理 他们希望是巴勒斯坦人 在这边进行管理 但是喔 他也有个诞书 就是说 在保卫以色列国民的情况之下 以色列是有行动自由权的 这句话解释的定义还有这个范围 也都非常宽 基本上对加萨地区来说 要真的迎到 接受到这个和平那天 恐怕还是非常难 不过如果我们说 这个中东情势的扩大的话 大家也会特别关注的 就是红海航道了 尤其呢 是叶门的胡塞主持 是持续针对周边的商船进行攻击 这一次也攻击到了美国的货船 黑四轿车车头撞凹 警方徒手搜索 就是这辆车在以色列中部 冲撞人群 酿成一死十几人受伤 两名巴勒斯坦嫌犯已经落网 这样的攻击案件 在以哈冲突后频频发生 哈马斯最新还公布一段人质影片 号称乙军对三名人质开枪 造成其中两人死亡 一人受伤 而以巴紧张局势也烧到国外 以色列足球员回国时 受到英雄式欢迎 因为他在土耳其比赛时 秀出手腕上写的一百天 象征人质被绑百日 比赛结束后 遭到土耳其警方询问 而挺哈马斯的胡塞组织 依然在红海发动攻击 这次打到了美国货船 胡塞大方承认 毕竟他们背后 有人撑腰 伊朗自己也出手 周一飞弹打中伊拉克美国领事馆附近 伊朗声称攻击了一座间谍总部 不过美国澄清没有美方资产受到影响 第一遍新闻众号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 如果这个中东情势 依旧是危急的状况之下的话 大家更担心说 在欧洲有没有可能爆发 第三次的世界当中大战 而且当中大家特别担心 而且会瞄准这个矛头的 当然就是俄罗斯总统普钦了 现在这个德军的机密外流 根据德国的话报报导 他们发现说 掌握到一份德国国防部 所流出来的机密文件 这个文件当中的标题叫做 《联盟防御2025》里面 也明确的揭示了 整个德军该如何来控制整个欧洲情势 还点出了俄罗斯有可能对整个欧洲国家 尤其是北约的进犯 当中还点出说 普丁很有可能在明年夏季的时候 对北约发动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所以说难道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在路上了吗 而且非常特别的是 他们掌握的情思 所有的时间点 还有所有的攻击行动 都拟定的非常详细 他们说在今年2月份的时候 就要开始铺陈了 而且俄罗斯会针对乌克兰 锁定第一个目标 预计在2月份的时候 开始增派20万大军 目的是在什么 就是消耗西方的武器 还有相关的配备以及金融资源等等 预计在6月份就会取得进展 接下来他们会拿着这样的优势 因为如果西方对整个乌克兰的援助 还有弹药的库存越来越少的状况之下 就很有可能让各国开始慢慢 采取一个比较保守 不敢援助其他国家的态势 接下来他们就会在波罗的海三小国当中 发动网路攻击 其实有点像模拟当时他们要进攻乌克兰的模式 现在他们国内或是在波罗的海三小国里头 制造出一点煽动性言论 透过这样的网路攻击也创造出内部的分化 在今年9月的时候他们预定的目标是向白俄罗斯跟俄罗斯 白俄罗斯跟俄罗斯西部派起5万大军来进行大规模的军演 但最终他们的打击目标是什么 就是这个地方苏瓦乌基走廊 他本身被认为说是整个欧洲或是北约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有人说他是这个北约东义的阿基里斯舰 尤其这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战略意义 因为透过这个打到这个苏瓦乌基走廊的话 他可以跟这个俄罗斯的飞地连结在一起 再加上其实可以直接连接到白俄罗斯的状况之下 其实就有可能让他们成功的进入 而且打到这个北约当中的弱点 所以说接下来在2025年的5月份 很有可能因为俄罗斯的种种行动 北约也决定要跟俄罗斯交火 正是这份文件当中点出非常精确的时间点 还有可能的行动 但是以现在的俄乌战局来说好了 卫报就报道说乌克兰的空军就摧毁了俄罗斯的 包括A-50预警机还有阿流声这个型号的轰炸机 这样子的行为其实也是重创了俄罗斯的空军战略 因为他们的轰炸机本身这个数量就已经非常少了 而且也对整个他们在乌国南部的军事行动 也创造了一定的破坏性 但是其实现在对乌克兰来说 不只在天后上面是天寒地窦 在处境上其实也都是弹尽圆绝 但这个时间点英国送暖 包括是苏纳克亲自到了基辅 送给泽洛斯基32亿美元的新军员 俄罗斯再度发射飞弹 从去年底一路空袭乌克兰到现在已是第四回 周六天都还没有亮 乌克兰首都基辅还飘着雪 居民被空袭警报吵醒 一家人穿上后外套 熟练的直奔地铁避难所 累了就靠墙补眠 像这样的乌克兰日常已经快要满两年 这波空袭没有造成严重的伤亡 不只空中交火 沿东大雪也没有阻止俄军的地面攻势 乌东的巴赫姆特附近 乌军靠着迫级炮击退来犯了俄军 但是手上的炮弹存量越来越少 苦等军援 但是美国跟欧盟援助接连卡关 这时来雪中送炭的是英国 英国首相苏纳克再度访问基辅 送给总统泽伦斯基的 不只是约32亿美元的军援大礼包 双方还签署了安全协议 直到乌克兰加入北约前都有效 同时乌克兰还是得面对 国际间的战争疲惫 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开幕之前 乌克兰邀请80多个国家 参加第四度会议讨论和平方案 中国大陆还是没参加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强跟泽伦斯基 都会来达沃斯 有机会当面谈吗 地主国瑞士还是提醒 别忘了谈判桌上另外一端的俄罗斯 只是乌克兰人还能找回和平吗 达沃斯场边的乌克兰展馆 不断播放着在社群媒体上 乌克兰人拍下的日常点滴 在战火下照样吃喝 照样长大 照样结婚生子 乌克兰别无选择只能把生活活成了生存 提论先做不到 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三次世界大战 有可能已经在路上正在发展跟酝酿当中 而现在呢在总统路上呢 恐怕也有美国的前总统川普了 怎么说呢 因为现在呢在美国年底就要进行到是总统大选 现在进行到是共和党的初选 第一站就在爱荷华州 但是喔当中爱荷华老实说川普选的还真不错 我们先来看到以全美国这个共和党总共有2400名代表 爱荷华州大概只有40人 如果表现好的话当然可以拉抬选情 但表现差的话因为比例不高 可能有可能会失去这个比例不高 虽然没有实质上的影响啦 但是很有可能会失去媒体的关注捐款跟志工 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场战役 但是川普我们刚刚已经说选的还真不错 在开出35%的选票当中 他的得票率是51% 而且在最终整个结算 他的比率也是51% 所以当然选的非常不错 但支持他的人到底是谁呢 因为其实现在美国的主流价值来说 他们认为说这个川普前总统本身身上还有一些诉讼 所以部分人对他来说还是非常不满的 所以你可能会很好奇说到底是谁在支持他呢 答案主要的就是这个白人福音派 他本身是一个非常保守的选民 而且在今年对他支持度来说更高了 胜过他在2016年初选的表现 因为呢在当年2016这个川普刚开始选的时候 很多人其实还是在质疑他的立场 可能认为说他好像不太保守党 所以当时还是有点问号 但是历经了4年的表现 我特别mark起来表现来说好了 似乎他们也看到了川普的人格特质 这个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就说了 为什么会投给他呢 当然移民问题还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大家可能对川普过去讲说 要盖到墙隔绝移民这些政策 基本上是非常有感的 还有就是在美国现在深陷经济困境当中 所以这两个因素也让选民是前往投票 虽然说他身上可能还有些诉讼啊 还有些负面的传闻 甚至背叛有罪 但是依旧认为他说还是相当适任于总统 而且呢大家可能想说 51的选票照理来说还好 但是如果你跟第二名的候选人来比较的话 就可以知道他大获选择 因为呢第二名的是佛州的州长 他排名第二得票率也只有21%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说 川普的支持率现在真的很高 特朗普 开票源不断念出川普的名字 美国共和党爱荷华州初选 川普大获全胜 川普一口气 南瓜51%的选票 排行第二的佛州州长迪尚特 只拿下21% 第三名海力则是19% 各落后川普3万多票 由于初选当天 爱荷华州体感低温 比阿拉斯加还冷 川普为了冲高选票 告诉支持者就算生病 也要来头 其他候选人的助选团 在冰天雪地挨家挨户 败票却还是拼不过川普 川普成功把对他起诉的话题 凝聚成支持者动力 排名第四仅获得7.7%得票率的 拉马斯瓦米稍早宣布退选 表示会转为支持川普 点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拉丁美洲 我国的友邦瓜地马拉 新任总统的宣誓就职典礼 比原定的时间晚了9个小时 到底怎么一回事 原来是在国会战多数党的反对 多数的反对党 发动了杯葛延误就职 还引发了新任总统的支持者 群情击费 在国会外跟警方爆发冲突 真是一波三折 我国中美洲友邦 瓜地马拉新总统阿雷瓦洛 晚了9个多小时才宣誓就职 原定周日下午三年举行的典礼 延到周一午夜刚过才举行 原因正是他口中的政治斗争 原定的就职时间 瓜地马拉国会一团乱 阿雷瓦洛所属的总资党 只有160席中的23席 该党先前因为诈欺遭到停权 23名议员身份有争议 反对党仗着多数以审查身份为由 杯葛拖延总统就职 从国会内乱到国会外 愤怒的阿雷瓦洛支持者 等不到就职跑到国会外示威 跟警方爆发激烈的推挤冲突 幸好最后就职举行冲突也没有扩大 阿雷瓦洛主打反贪府 有台但不反中 去年大选二轮投票才当选总统 检方不认账发动当选无效诉讼 虽然最高选举法庭裁定当选有效 但是朝小野大对立 四年任期恐怕没好日子 就选择不到 得奖的时候的好运真是挡都挡不住 这个杨子琼好莱坞的华裔女星 去年得了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奖 现在她又摘下一个水晶奖 在世界经济论坛上得到了这个奖项 画面中可以看到戴着黑框眼镜 全身黑色西装大衣的奥斯卡 影后杨子琼 缓缓走上掌台 接受众人的掌声 这里是在瑞士达沃斯 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开幕式 那么杨子琼获颁2024水晶奖 这个奖项呢 主要是表扬在艺术上有卓越成就 又同时对国际社会 有做出贡献的艺术家 那么先来听听看杨子琼的得奖感言 事实上杨子琼躲过无数大大小小的演艺奖项 包含去年凭着电影妈的多重宇宙 拿下2023奥斯卡最佳女主角 但比较少被提到的是 她在国际社会的付出角色 包括2016年她就被承认 她的命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清算大事 多年来她都会在她的演说和行动中 致力于小米不公 提倡平等而且关怀弱势 让她这回拿下了今年的水晶奖 全球后大阪之美产后付出 不过呢在奥网公开赛当中 首轮就被淘汰了 不过她面对这一次的失败 她非常坦然说已经可以接受 已经致力了 因为在六个月之前她还只是孕妇而已 获两届奥网冠军的前世界球后 大阪之美产后重回奥网赛场 但却出师不力 在第一轮赛事 法国女将贾西亚第一盘第五局 凭着关键破发 先持得点 第二盘大阪试着找回状态 先抢一分 然而贾西亚竟要不放 决胜抢七十 连赢五球最后拿下胜利 大阪首轮就被淘汰 不过她自己说 已经拿出最好表现 连对手贾西亚都致上最高敬意 另外前英国球王莫瑞碰上阿根廷好手 埃切维里也在第一轮惨遭直落三败阵 赛后她坦言 这可能是她生涯最后一次打奥网 如今莫瑞也考虑退役 谁能接班网谈四巨头 再次掀起话题 候选人之一的希腊小将西西帕斯 就拿出精彩表现 证明自己 她在第二盘打出罕见一记 合法过往击球 成功回击得分 惊呆全场 连对手伯格斯都吓傻 最后西西帕斯 拜托丢掉手盘阴影 逆转胜 晋级二轮赛事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我们来看到 2024的美国小姐摘下后冠的 是来自科罗拉多州的迈迪森 她不只长相非常的美丽 让她非常惊艳之外 她的学经历也非常特别 不仅是哈佛的学霸 也是美国现役的女飞官 还开过F16 面露亚裔表情用双手捂住脸 代表美国科罗拉多州 参选选美比赛的迈迪森 夺下2024美国小姐后冠 迈迪森现年22岁 她不只是哈佛学霸 还是现役空军少尉 曾经驾驶F16战斗机 成为第一位 获得选美冠军的空军飞官 迈迪森从小就热爱科学 她的梦想就是成为 飞行员跟太空人 如今先成为选美皇后 她15岁时就开始学习飞行 两年之后就取得飞行员的执照 拥有驾驶F16战斗机的资格 这次参选美国小姐 就是想消除外界对 女性军人的刻板印象 此外麦迪森也很会念书 目前在哈佛甘乃迪 公共政策学院就读硕士 由于母亲是因为一线癌去世 她就创办了一间非营利组织 目的就是为了提高大众对一线癌的认识 让患者可以早期发现接受治疗 甜美阳光的外形 加上学霸以及飞官背景 让她在51位加力中 脱颖而出顺利摘下后关 全球经济动脏加上地缘政治的不稳定 其实也让全球 历经了大缺功时代 但是呢其实现在很多 看起来光鲜亮丽的CEO 也撑不住了 因为盘算起来去年 美国就有超过1500位的 企业执行长离职 年增率高达了50% 从2021年的4700万 到2022年的5000万 这是美国的离职人数 尽管在2023年大离职潮 有平息的趋势 这样的风潮也不断往顶层吹 持续冲击各大企业的发展 根据就业咨询公司的统计 去年高达1500个 企业执行长离职 其中包括YouTube 以及石油巨头的领导人 顶层的流动也暗示着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包括地缘政治的局势升温 挥之不去的通膨阴影 加上对经济衰退的担忧 都成为这些顶层管理人 抵猜的主要原因 管理阶层流动比较高的 就是科技还有医疗产业 跟疫情也脱不了关系 所以有很多改变 在这些业务 我们看来的那是 医疗医和技术 两个颗医院 那里有大增加的额度 在疫情中 他们在大量的招职 他们在设计他们的公司 向向一个世界 执行长的变动 对企业来说可能造成巨大的冲击 就人事成本方面来说 一个公司成员离职 通常要花1.5到2倍的薪资成本 才能找到新人选 如果是S&P 500企业CEO 在2022年的平均年薪来算 一年就是1670万美元 也就是说一个执行长离职 可能公司至少要花上 2500多万美元 It's definitely a serious expense It's not just the severance payout to the exiting CEO It's also the search work that goes into finding a new CEO Often boards have to get together more regularly They're bringing in executive search firms that are very expensive They're going through this whole hiring process that includes the time of all the most expensive leaders within an organization so the time cost is really serious 新领导高层上任势必对人事变动 还有公司发展的方向调整 因此对企业来说也必须承受一定的风险 由于CEO上任前100天 就是决定这位新任管理人成功与否的关键 因此没有犯错的空间 专家强调对于一般员工来说 新CEO上任对心理上的冲击 恐怕远大于实质上的影响 体育业新闻综合报告 朋友大家呢吃饭或是挑餐厅的时候 会不会特别看这个Google评分 或是相关评鉴系统的分数 在中国大陆现在他们就觉得 五星餐厅好像有时候都名不符实 所以说现在他们有个新的消费新流行 叫做挤爆3.5分的餐厅 主要他们认为说3.5分的餐厅 应该会比5分的来得更好 在大陆许多餐厅的大门口 都可以看到像这样的宣传 就是说自己登上了必吃榜 或是人气榜的榜单 而他们之所以能登上这些的榜单 最主要是来自于顾客的评价 点开大陆最大的生活消费指南 大众点评 可以看到每一间餐厅旁边 有一个分数最高五分 代表拿下很多好评 大陆民众普遍认为4.5分以上 环境口味都更稳定 但近期年轻人暴富性挤爆 3.5分餐厅登上热搜 你自己大概都挑几分呢 3到4吧 3到4就是说性价比比较高的这种 感觉越低可能就越 代表这个商家可能不会去买 就可能会 我是那么觉得可能会更好呢 不用往高分的餐厅挤 低分的可能更好吃 这样的评论让不少大陆网友产生共鸣 因为许多高分餐厅总是在用餐过程中 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高分的话呢 很多我们去一些餐厅 他可能会就是说给你送一些饮料啊 或者什么他会直接 或者说会有商家会直接帮你点 会有这个很多的商家就是 去刷分嘛 然后呢 我觉得而且一个人一个口味 也不是说分数高的菜就一定好吃 餐厅为了充高分用赠品换消费者写好评 这样的情况久了 民众发现部分高分店会踩雷 低分店反而能获得超出预期的体验 这会对平台分数信任度大幅降低 3.5分的也不一定就是说 他可能会是一个噱头 就是说看大家都会去探访一些 就是说分很低的人 反而会故意去就是做这种 也有餐饮业者对3.5分餐厅热潮做出评论 认为是消费降级年轻人更偏好评价餐厅 TVBS新闻程序李敏珍北京采访报导 在美国呢受到冰风暴的影响 其实在不少地方降下了暴雪 温度呢也非常低 像是气候单位就预估说 在五大湖区这个地方 有可能出现零下46度的低温 加拿大极地高气压冲击美国 五大湖区与周围各州 除了美西海岸 各州都面临超强寒流 直接或间接冲击 风暴与积雪严重 影响路空交通 甚至让美南德州都开始降雪 美国气象单位预估最低温 可到达涉事零下46到56度之间 酷寒天气之下 CNN记者提醒民众开车出门前 先敲打引擎盖 避免躲在引擎室内 取暖的野生动物被烤熟 但目前为止 美国民众仍保有各种 抵挡寒流的热情 设施零下28度的低温中 共和党初选投票所 依然挤满人 为了美式足球比赛 能顺利开打 水牛城比尔队寄出高于蓝领 阶级时薪1.6倍的薪水 邀请球迷把球场内的血缠走 大寒流将带来很多意想不到的支出 1月15日整天 全美至少有超过700架航班被取消 阿肯色州进入紧急状态 奥勒冈州已发生15万户电力供应中断的意外 导致三人死亡 由于气象预报美国南部 也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低温 许多民众赶着采购食物 低温也笼罩着印度 首都德里地区 1月16日气温只有摄氏4.8度 但比低温更糟的是雾霾 清晨高速公路上灰蒙蒙的 不是什么美丽尘雾 是去年秋冬持续至今的严重空污 德里地区空气品质指标AQI达到401 空污状况属于严重等级 我们从2时45分钟 时期是在早上 因为暴霾或其他原因 旅客抱怨起飞遥遥无奇 不知道的是 德里地区几座机场 1月16日上午7点半的能见度是零 农物让飞机起降变成完命 焚烧农业废弃物 汽机车废弃 与各种实际燃烧排炭的行为 都让印度空污加重 危害人体健康 但路边烤火的这群蓝领劳工 无奈地表示他们也没有选择 今年秋天印度部分小学 也曾因为空污延后开学 德里地区出动上万辆水车洒水 一度勒令工地都停工 但对于印度10年来 越发严重的空气污染 似乎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北欧的冰岛 西南方的法拉格达尔火山 继去年12月喷发后 1月14日再度喷发 尽管当地时间1月15日时 火山活动已经不那么剧烈 但火山灰于火山毒气 可能持续造成空气污染 不过眼前更严重的是熔岩流危害 附近小镇格林达维克 民众曾经短暂回家 索性在14日喷发前又全数撤离 看着残疾800多年的火山再度活动 50多年来 首次熔岩直接吞没民宅 画面触目惊心 许多居民忍不住担忧 再也无法回到家园 冰岛政府呼吁全民警戒 面对火山喷发天灾 也在准备必要时 完全撤离周边约3万居民 等于人类将土地还给大自然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今天聊国境呢 我们要聊的是日本 相信大家在去年的时候 因为日币非常的便宜 应该都去了日本走走了吧 甚至呢以今年的经济表现来说 大家可以看到 还有从去年到现在 市金指数不论是股市 还有日本的房市 基本上表现都非常不错 但真的有办法靠着这样子的力道 来终结日本的失落状态吗 我们先来看到国际货币基金 国际货币组织的状况就说了 日本的GDP排名其实是反而被德国超车 过去日本排第三名 现在排到了第四名 甚至呢排名第五的印度 也有可能在2026年超越日本 而我们现在知道 其实以日本的经济表现来看 央行实施的负利率政策代表说 其实日本的经济真的非常的差 暂时10年来平均的GDP增长率只有0.6% 所以说他们还是认为说 在日本的经济表现长期以来 都是一个相对比较疲软 比较不足的情况 还有如果你去掉这个 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所造成了全球通膨现象的话 其实在2012年到2022年 日本的通膨率平均只有0.8% 所以等于说他们长期都在一个 非常通缩的情况 连贷也导致在经济 比较不活络的状况之下 大家在支出还有收入上 也都是比较疲软的状态 还有就是举债了 2022年的政府举债 达到了263.9% 而且在2024年很有可能要支出 28兆日元的国债费 当然已经要用他们的总额预算的 四分之一来还债 所以对经济的表现还有成长来说 当然是一个重担的 虽然说巴菲特是看好 这个日本的股市也进入到投资 但是很多的专家学者还是认为说 日本政府应该要有所警觉 因为很多外资 现在进入到了日本的股市 或是他们市场来说都好 都是希望可以大幅的 透过这样的状态来获利 再来我们来看到日币 到底会不会终结负利率呢 现在似乎这个答案越来越明朗 预计这个日元先生的话就说了 日元将在今年开始升值 预计会升到1美元兑130块 美国在今年的成长率预计会放缓到一个百分点 还有在日本今年的成长率会来到了1.5%到1.9%之间 所以说他们认为说在2024年 日币还有在日本的经济表现上来说 照理来说应该是还蛮不错的 甚至有可能会有过热情况 所以日盈预计在夏天以后 就有可能取消这个负利率政策了 但是其实在过去 这个日元还有日本政府采取一个宽松政策 就是很担心会伤害到日本的出口 但是现在的状况不一样了 日本企业它的据点比较分散一点点 所以出口依赖的程度降低 所以反而是很多的企业会因为日元强势来受益 所以说这个日盈的前政府委员就说了 央行已经准备好要结束负利率的政策 很有可能的时间点就在今年的4月份 而且最终的利率短期之内可能落在0.5% 预计3到4年就会达成 但是中干现在全球的经济局势来说 缺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我们来看到各国怎么应对 随着疫情过后 台湾严重缺工问题更加浮上台面 不止饭店业到餐饮服务业 都面临难以招募员工的困境 原先就仰赖移工的看护还有工厂等产业 人力缺口更是在持续扩大 除了是台湾本身少子化 人口老化因素以外 移工的抢人大战也是关键 我觉得以亚洲国家来说 移工引进国就是台湾 日本 新加坡 马来西亚跟香港 那目前台湾的竞争对手 其实是日本跟韩国 因为日本跟韩国他们的薪水 在没有加班的情况底下 平均可以达到3万5上下 可是台湾的基本薪资是26400 如果要达到日本跟韩国的薪资 其实要透过大量的加班 所以我觉得在薪资水平上面 就是一个没有办法去 就是输日本跟韩国 以邻近国家来说 日韩就是台湾抢移工最大对手 以往的日本是没有明确移工政策 仅默许留学或实习生 以及外籍人士可以在当地打工 借以填补人力缺口 但随着缺工现象加剧 日本在2019年 扩大招募外国人计划 针对14种产业实施 特定技术老公方案 不仅让申请者能够带着家人前往 移工工作5年之后 只要通过语言还有技术测验 就能够拥有无限期居留权的资格 而韩国则是在五年前 就采取了国对国的执聘制度 绕过仲介使移工免于仲介费的剥削 并且提供快乐返国专案 进一步给予基本的薪资保障 大家在引进来源国有比较高度的重叠 对于人才的流动 绝对不是只有考虑到薪资的高低 那当然我们不否认 韩国跟日本 他们在流彩上面给的薪水 确实是比台湾高 其实引进劳动力绝对不是有薪资 他还考虑到其他的环境 摊开薪资一栏表 台湾薪资就是远远比不上其他国家 在日韩加快脚步抢工之下 台湾也推出了制度改善计划 像是让长期在台湾工作的移民 有机会申请成为新住民 但是种种效果仍是有限 进一步细看台湾制造业主力的劳动力来源 从2018年开始 在台湾工作的外籍移工就超过了70万人 其中产业移工就超过六成 而越南移工又占了将近45% 但是越南移工对于台湾的上网 又正在消退 2018年日本已经首次超越台湾 成为越南劳动力最大宗的接收国 而且这个差距还在持续拉大 我们的机会扶法都说移工是那个补充性能力 可是30多年下来我们有很多产业 甚至家庭它已经实质上是实质依赖移工的劳动力 所以未来一定是会引进越来越多的移工人数 来补足我们能力的不足 我预估我们现在大概80万移工 我们大概五年五年后就会进入到百万移工的新阶段了 代表我们大概每八到九个人 劳工里面就有一个移工 哇这个是一个 到时候我们的劳动市场就是一个全新的结构 在大环境的转换下 移工已经成了不可逆的劳动力 台湾如何在国际抢人大战中分到足够的饼 从薪资到劳动条件都是稀采关键 体育新闻张志明成文月台北采访报道 再来我们来关心到2024的经济预测 尤其我们周边的两个国家 像是中国大陆去年其实就开始陆续出现经济 还有国内的这个内政危机 另外就是日本 刚刚我们说股市表现房市表现都非常不错 尤其在2024年全球的股市 纷纷出现了涨多拉回的局面 日本是续创新高 但是中国的深户港股市则是创下了新低点 那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日本破茧而出呢 其实有五个要素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这个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河 他的看法是说 在过去30年泡沫化的债务还清了 还可以摆脱通缩情况 企业可以逐渐的年轻化 因为这个CEO的平均年龄 如果在日本的数据来看的话 是下降了12岁 再来就是新创事业的投资相当活络 从2013年到2022年 9到10年的期间 其实成长了将近接近10倍之多 还有日本的职人精神是相对来说受到肯定的 但是中国反而陷入了日本失作30年的覆测 所以接下来包括中日经济会怎么演变 要持续观察 再让我们来关心到 现在台湾的这个中共解放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的 活跃失意图改版了 却被嫌弃 越感越不清楚 国防部揭露共机扰台活动的示意图改版了 怎么突然换掉用了三年多的旧版国军 这样解释 是为了聚焦海周边一个共军活动的状况 及其活动的范围 以令国人了解实际安全的状况 仔细看新版本增加中共机场的位置 我澎湖金门马祖的前线标示 以及共机扰台离本岛的距离 但对比旧版新版本位列出来扰的共军机种 仅广泛说某机种等数架次 而以前还有画出共机飞行路径 国防部不断的在调整经济 我们对于整个海空域动态的一个公布方式 避免敌人利用这些空隙来对我们实施认知作战 随着国防部这个图的这个精确度跟权威性的下降 它其实会增加中国大陆利用网军或者一些官媒 获得了这个诠释权跟说明权 我觉得其实是适得其反 而让专家质疑的还有因为台海中线 北端为北纬27度 东进122度 新版示意图怎么在北纬27.5度处再画设一条实线 而对比日前公布的卫星火箭飞越台湾的航气图 同样也存在了这条实线 接下来可能就代表说在这条实线以北的部分 国防部就不打算揭露了 那这当然是一种自我的线缩 标示在北面的部分是27度线 没有其他的意思 就是为了更清楚的标绘 共军在台海周边活动的一个范围 让国人窒息 揭露共军如何来绕的重要资讯 经过国军的杉杉检检 是更清楚还是更看不清外界自有评断 TVBS新闻李建伟 李国正 庄海域 刘婷婷一台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星化主播为各位新闻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